好,Example 2 它是从负无限大积分到正无限大 小1的负X 对小1的负X次方下去做积分 那我们干脆就从 就中间选一个点 那这个点你随便选 那我们就干脆选0好了 所以它就是从负无限大积分到0 针对这个积分 然后再加上0积分到正无限大 小1的负X次方DX 那么根据这个定义 这是定义 前面这个积分 你就可以找一个S 让它趋向于负无限大 也就是说把负无限大 用一个S来取代 那我们从S积分到0 针对这个小1的负X次方下去做积分 好,这是定义 然后再加上后面这个积分 那后面这个积分 它的值是1 by这个example1 第一大题的第一小题呢 就是这一题 它就是1了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就针对这个积分下去做就OK了 那么这个积分怎么做呢 那我们在做积分的时候 一样 就是呢 因为这里是负X 所以我们这边乘负1 前面除以一个负1 然后你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看成是U 小1的U次方DU 所以它积分以后 它就是呢 小1的 好,积分以后呢 它就变成负的小1的U次方 U就是负X 那这呢 上下线是0到S 那后面呢 还要再加一个1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下去了 处理这个极限 首先呢 我们上线代入 减掉下线 那这个上线代下去的话呢 这边是负的小1的0次方 上线代入 减掉呢 下线代入 负的小1的负S次方 好,这上线代入 减下线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S呢 趋向于负无限大 那这个前面这里呢 就是负1 好,前面这个就是负1 那这边呢 负负得正 所以这边变加的 那这个小1的负S次方呢 它就是小1的负S次方 负S次方 好,那么 做到这里来的时候啊 同学看一下这个极限值啊 这个S呢 趋向于负线大 所以这边这个负S啊 它就趋向于呢 正无限大 那小1的负S次方呢 它就会趋向于呢 无限大 为什么 因为小1是2.7多啊 小1大于1啊 小1大于1 所以它的这个 次方越来越大的时候啊 负S因为趋向于无限大 所以小1的次方 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它就会跑到无限大 下去啊 好,次方越大 它越大 所以呢 无限大 简易还是无限大啊 那因此呢 这一题呢 就是无限大 好,后面还要加1的啊 那这个还是无限大啊 那无限大呢 这个表示说 它这个积分呢 diverge啊 也就是说 它是发散的 它是发散的